在音乐老师指导下 八斗国小学生拿竹妖琴 一起演奏出乐额好听的音乐 这就是令你传统乐器竹妖琴的美丽 单音的话因为一个小朋友一个学生 他可能就是只担任一个音到两个音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般级的学生 每个人担任不同的音高 由团队精神去演奏一首完整的曲子 所以他是要非常的专心跟注意力的集中 那他摇的方式跟我们整台琴摇的方式 最不一样的地方 单音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操作 我们是用手腕在下面摇 那整台琴的话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一个演奏家 他就是由一台琴里面去自己完成一首曲子 那他摇的方式他就是这样子摇 一样都用手腕 可是他的方式会变成上下震动的方式 跟左右但是都是用手腕来完成 主要情在基东市巴斗国小发扬光大 可以说是独步全台 由于巴斗国小学童的组成家庭 以东南亚新著名家长的比例相当高 再加上国家推行新南向政策 以及因应台湾少子化的趋势 因此学校特地发展主要情乐器 以特色教育课程来经营学校 当时因为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以及学校的需求需要发展特色团队 所以我们就引进这样子一个主要情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 他从低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就开始让他有基础乐理的一个练习 然后等到他有一点基础之后 跟着孩子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请这些孩子集合起来团练 让他们有一个团体表演的机会 对于成立竹窑勤班这项特色教育课程 也获得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和市议员许瑞茨的肯定以及鼓励 因为我看到学长学姐的表演 我非常的开心 但也很震撼 所以我想来看看大家上课的状况 然后我如果可以协助大家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忙打赏 也现在非常谢谢校长主任老师 大家的用心这样安排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才艺活动 现在这个时代呢 每个小朋友应该要多方多元的学习 那我想让大家在我们基隆的教育环境 可以体验到不同深度 然后不同的文化的感觉 荣誉感 在哪里学校的我们就是巴斗出生 你看我们现在巴斗 全台湾只有巴斗的这个样子的乐器表 就应该以这个为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努力 让学校的特色展现出来给大家看 那我们会给予全力的支持 两个人也在老师指导下 现场学习竹摇琴 主要琴是由长短步一的竹筒组成 再以手腕出力摇晃 让竹筒产生不同的音频 敲集出悦耳多变的旋律 巴斗国小主要请 赞赞赞 记者 云收 基隆报导 打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